我們今天把輸出錄講完就好 因為剛剛那個講到一半 輸出錄沒講完就沒有一個段落 剛剛做的記憶體音色輸出 看起來我們好像是差不多講完了 可是剛剛那個是一個假想的案例 我們來看一個真實的案例 如果你真實的輸出錄 我現在都是這邊有一個專案 這不是我寫的 這是陳大的JSERF 他是在陳大職工 交籤路式的業界非常厲害的老師 他在Linux kernel裡面 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他做的patch 這個是他為了要教怎麼樣子寫作業系統 所創造出來的一個一系列專案 這基本上是一門課的專案 那這個課程呢他從 hello world 作業系統版的hello world開始 然後到context switch 內文切換 你們現在如果正在修作業系統的同學 這次考試應該有考到這一段了吧 內文切換 但是我相信你們老師不太會考這個主題 然後覺得這個沒有做過實務的人 不太會去想考這個主題 那再來 多 Multitesting就是多工 多工這個主題應該都未考 沒考到的話就有點奇怪了 再來的話是 Time or Interrupt 時間中斷 中斷的主題你們可能還沒教到 對不對 我上次有同學給我看你們的課本 就是恐龍本 那本從我們大學就用到現在 我們大學用第二版 你們現在用第八版 沒什麼差別 我覺得第二版寫的比 第八版好 OK 所以雖然經過了幾十年 天啊 那時候到現在快三十年了 你們還在用這一本 對不對 這個世界其實有些東西是不太變化 那再來 Preemptive 這個是可搶先式的切換 可想先式的中斷切換 那再來是thread 就是現程或執行序 然後 這個 這一版我不知道他們到底在改什麼 這個好像最新才加的 OK 所以呢 他整個專案其實就是在教你怎麼寫作業系統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hello範例 還不能稱為有作業系統 那只是能夠印出一個hello而已 那怎麼印呢 你會想到一個問題 在這種嵌入式開發板上面 沒有螢幕 不接鍵盤 你寫的程式是透過USB燒進去的 所以Arduino的第一個入門範例是什麼 通常就是讓你的LED 每秒亮一次 對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螢幕 你不能說在螢幕上顯示個什麼 所以 所以 只能這樣子 可是 當你要開發更高級的遷入式 譬如說你要做作業系統的時候 你光靠那根LED 行嗎 不行 你不能永遠觀察LED到底每秒亮幾次 然後 我就知道它到底要顯示什麼訊息 這 這太麻煩了 所以 辦法是怎樣 辦法是 我們透過USB 或者是COM 或者是RS232 把開發板上面 送一些訊息回來給主機 然後主機上面呢 你會開啟一個 在Windows裡面叫超級終端機 在 在那個 Linux裡面叫 Minicom 的東西 那 這種東西呢 它會接收你 你的那個 傳來的訊息 看破傳來的訊息 然後 它用UART的方式 所謂UART是一種非常簡單的 傳送協定 基本上就是 設定一定的頻率 然後 每次有一個啟動訊號的時候 後面就傳一個字 就這樣 那 這種UART的方式呢 它 我就可以 從開發板送訊息給 你的主機 在主機上面顯示 訊息 譬如說Hello 這樣的東西 那 那 當然它需要用到 記憶體映射輸入 譬如說 它這裡就用到 UART2 去讀取 SR SR就是 Status Regist 狀態暫存器 然後呢 用AND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我只要讀取 狀態暫存器的 第七個位元 所以它這邊 設了一個遮障 使把 第七個位元給遮出來 把第七個位元給遮出來 所以 當我檢查這個第七個位元 一旦它變成1的時候 欸 這裡是0 我看一下 這樣應該是 第七個位元 NUT NUT的話 NUT0的話 就繼續做 對 如果是0的話 就一直做 做到1的時候 就跳出來 1的時候 跳出來 那跳出來的時候 它就開始 寫 寫 寫一個字 一個像A字 到這個 USR2的 Data Regist 資料暫存器裡面 寫出去之後呢 因為它要輸出的是一整個字串 不是單一個字 所以它就得加1 再繼續下一輪 可是下一輪 它又會卡在這裡 一直到 可以送的訊號 確立了 然後我再繼續送下一個字 所以它其實是會自動等在那裡 因為這個回軒就是等 所以到了這裡 你會發現 主要的程式是這一段 這個函數 然後呢 它最後就print str hello world 然後 就做這件事情 所以最後這個程式 只會顯示 hello world 為了要寫一個 hello world 需要 需要做這麼多設定 這簽入式 這已經算少了 你知道嗎 如果在X86上面 你光是要能夠開機 那就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 因為你要先 把你的作業系統 從硬碟裡面整個載到記憶體 然後做完 一連串非常複雜的設定之後 通常 那些企圖在X86上面開發作業系統 做到這邊就沒力了 因為它已經做了一年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死在這邊 然後就覺得 算了 我不要做作業系統 對 所以 你要做作業系統 現在不要在X86上面做 因為 太累了 太累了 但也有啦 你可以用一些前忍的東西 比如說Uboot 之類的 那 人家已經寫好 拿來用就好 只是你沒看到這一段 有些人就是 非得要看到這一段 那就是自己 自己癖 找醉獸 完的 好 OK 那到這邊 它就印了一個Hello World到 到那個宿主 的主機上面 最後它寫一個畫友一 欸 請問這個畫友一 是做什麼 為什麼要寫畫友一啊 而且這個畫友一 我們通常會有大括號對不對 它為什麼連大括號都沒有啊 這樣可以嗎 雖然它沒有大括號 可是請注意它有分號 所以這個畫友一還是會動 應該是說不會動 應該說它會動還是不會動 反正就卡在那裡 就是 就是不會再前進了 就這樣 畫友一的功能就是讓它當 好嗎 讓它當 為什麼 最後要讓它當 你看如果 我今天printHello World之後 我不讓它當 那 我希望它幹嘛 希望它再印出一堆亂碼給我嗎 或之類的 當然不好啊 與其硬亂嘛 我不如讓它當 對不對 與其讓它整整個 整台電腦進入一個 不可預期的狀態 我寧願讓它當機 所以 這個 讓它當機 好 那 這個程式就是 不斷的測試 測試 是否可以送 然後 可以的時候 送一個字 再繼續送下一個字 送下一個字之前 還是要再測試 是否可以送 因為你送的太快 對方都還沒 來得及抓去顯示 你又把它蓋掉了 那就完蛋了 所以一定要測試 是否可以送 那 最後就是這個 USR2的設定 它在這個 IG.H檔裡面 這就是它的 通常這個檔 廠商 CPU的廠商 或開發版的廠商 它在出貨開發版或CPU的時候 就會付一些範例 裡面有這種檔給你 所以你通常不需要自己去找 找那個手冊裡面 把所有的東西都挖出來 因為你只要把它的檔拿來套就好 但是你要稍微了解一下 每一個變數的意義 這樣你在寫的時候 才知道 我每一個 動作應該是要用到哪一個 記憶體音色的部分 好 所以 這個狀況 就解決了 可以輸出一個 一個自竄到螢幕的 不是螢幕 就是宿主電腦上面的問題 但是 如果你今天 你的東西比較複雜 你的 程式 不是 只是有做 做送一個hello 你可能還有鍵盤 甚至你還有網路 你還有硬碟 那這時候 你要怎麼寫這種程式 你要處理這麼多輸出路裝置 如果你像剛剛那樣子 你像剛剛那樣子說 我就用一個無窮迴圈卡在這裡 一直到他 他說可以輸出了 我才輸出的話 那一個 一個裝置就被卡死了 我根本不可能去偵測下一個裝置 對不對 所以不能這樣做 怎麼做呢 這種很多裝置的情況 你要用 一種叫做輪璇的技術 那這種東西在各位 作業系統的課本裡面 應該都有限 可是你從來不會知道 他到底是怎麼始作 那我們現在在告訴各位怎麼始作 不過我只講這一遍 之後我也不會再講 你們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講很多遍了 我們 對我們老師來講 是一種輪路 對吧 所以我們不會再講 好 那我們如果要輪巡 然後我就 一樣寫一個很 不斷循環的迴圈 然後每次呢 我就對於每一個輸出路裝置 我這個是虛擬碼 這是演算法 對於每一個輸出路裝置 我看這個輸出路裝置 是不是已經準備好 好 如果他已經準備好了 我就做輸出路 好 然後 如果 他還沒準備好會怎樣 他會再找下一個裝置 好 看看他下一個裝置準備好沒 如果下一個裝置還 已經準備好了 他就會做輸出 下一個裝置還沒準備好 他就再找下一個裝置 那如果通通都找過一遍了怎麼辦 他這個回圈還會無窮回圈回來 所以 他還會再對每一個裝置 再詢問一遍 所以才叫輪巡 輪流詢問 而且 全部詢問完一遍 再一次回圈來 再詢問一遍 再一次回圈來 再詢問一遍 詢問到什麼時候為止 不會為止了 詢問到 宇宙末日 或者是 這台電腦的電源被關掉 好 那就結束 好 那這種是輪巡的方式 他其實在很多遷入式系統都會這樣做 好 那 另外一種做法 是 你要配合中段 但是更好的是 你配合一個遷入式作業系統 或者是一個完整的作業系統都可以 你配合一個遷入式作業系統 它如果遷入式作業系統通常會支援之類的 那 如果你配合一個有現成的作業系統 像這裡 它的第七個專案 這個專案的第七個裡面 它就有完整的OS可以用 完整的現成的作業系統可以用 那這時候 你就可以創建一種叫做Thread的東西 就是現成 那這邊的程式 它寫了一個叫BZ loop BZ loop 就是不斷的輸出這個字串 然後呢 輸出Running 然後呢 再延遲 Delay 1000 通常是毫秒 之類的 然後 Delay 1000 應該是 就一秒了啦 1000毫秒 毫秒 就一秒 Delay 一秒 然後再做下一輪 所以它Test1呢 就是輸出的 輸出UserData Test2也是輸出UserData 這三個其實都一樣 欸 那為什麼要寫三次 其實可以寫一次也可以 不過 習慣上因為三個可能做不同的事情 所以它寫三次 對啊 OK 好 那在這裡你就可以看到 它Thread create Test1 創建一個新的線程去跑Test1這個函數 送STR1資料給它 創建一個線程去跑Test2這個函數 送STR2資料給它 那STR1、STR2分別是Task1、Task2、Task3 所以這個程式它會輸出什麼呢 它會輸出說 Task1 run你 Task2 run你 Task3 run你 但是它的順序是作為系統安排的 作為系統怎麼安排 它就先印誰 那最後它每一個run完 它如果執行失敗會印這個 通常不會失敗 如果它的 你的板子或者是你的設定都正常的話 就不會失敗 那在這時候 你最後就是 Thread start 呼叫這個 就啟動所有的thread 啟動所有的這個線程 然後就可以執行 那所以它會各自輸出 Task1 running Task2 running Task3 running 然後接下來又Task2 running 又Task3 running 又Task1 running 這樣子的方式 它只是在展示說 我這個程式 這個作為系統真的有支援多線程的功能而已 那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直接看它的sauce code 那各位 其實從現在開始最好是能夠 養成一個 月曆讀人家sauce code的習慣 月曆讀人家程式碼的習慣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常常上大學就看一堆書 但是你是資工系的學生 資工系的學生不是只有看書 因為你要寫程式碼 你要寫很多程式碼 你總要看一下人家的程式碼怎麼寫 你會學到很多東西 我從前都沒有看別人程式碼的習慣 但是當你開始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東西 常常看別人的程式碼 你絕對會進步陳述 從來不看別人的程式碼 你就只是握在自己的小圈圈寫自己的程式而已 所以有機會不是只有看書上的程式碼 書上的程式碼其實都是過度簡化 所以大部分都只是給你一個 說這個功能怎麼做 那個功能怎麼做 但是整個系統怎麼做 書上不會告訴你 可是如果你今天看GitHub上面的專案 整個系統怎麼做 一個專案你就知道了 所以要學著去看開放年始碼的程式 現在開放年始碼真的很強大 什麼領域幾乎都有 所以它有一個無窮無盡的保護 可以讓你去學任何東西 你為什麼不看 尤其你還是吃工系 所以我們今天就先看到這裡 下禮拜我們再繼續從啟動程式 連結檔 專案建制檔 中斷切換 行程與線程 如果我下禮拜我會把這個寫完了 那最後還會看別一集 可能後面還有 我不知道這本會寫到什麼時候 OK 那今天就先看到這裡 各位可以繼續做你的專案 對 對